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所欲乐 我是瑶瑶 今天愤怒的头条为大家带来的是 昨天市民王先生在重庆引领了一场马拉松大赛 参与比赛的人员主要是其私生饭 以及一些不明情况的群众们 由此可见当明星真的是很不容易 中考除了要专注于文化科学 还要加考一项普通考生不用考的体育 关于王源同学的体育是不是特长加分我不太清楚 但是如果腿特长算一项的话 那么他肯定是要加分的 那么本次比赛我们的目标和口号就是 理性崇拜快乐崇拜 谢谢 昨天是一年一度中考的大日子 说好的春桌冷静从容上战场 咱们考场外却也为少年如此另类 只见他其实埋头骑走大步流先 一副独闪鬼不飘移的样子 没几步就脚踏风火轮 被这大书包如火箭一样搜的发射出去 是的 他不是哪吒 他是TFBOYS组合成员之一的王源同学 有网友曝光一组视频 王源被以为等候在考场外的女私生饭 强硬搭讪一路躲闪 其实这已经不是王源第一次被追的怒火街头了 上去途中上演速度与激情那是家常便饭 回到家不敢坐电梯爬十几层高楼 就连在学校都要应付粉丝 这种情况多吗 就是我们同学看到的话都会把蓝在外面 因为有一些粉丝就是去动我课做什么东西就挺不好的 这是学校不是前程会啊妹子 你们把云宝逼的都没朋友了好吗 在学校里面的话我就想担心到很平常的学生 然后最开始都是不想让同学知道我是一个 就是这样的身份 然后这是后来粉丝就找到了学校 然后继续找我 然后同学们也觉得有时候挺尴尬的 就有时候不敢和我一起回家 怕被别人拍到或者怎么样 TFYS三小只能跑出百米冠军范 原来个个都是身经百张啊 都是私生饭的功劳 说到私生饭 他们是艺人的粉丝里行为极端 作风疯狂的一种粉 他们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 喜欢跟踪 偷窥 偷拍明星 常做爆门牌 堵家门 监听电话等行为 经常会影响到爱豆的私生活 现在三张有必要来控制一下 那些年私生饭们做过的药 今年年初有个私生饭跑到MIC赵永信家中 不仅随时随地如背后管一样紧跟偶像 还撬开人家家门用其他的生活用品 被警察叔叔抓到时 此妹子正赤身裸体在爱豆的浴缸里逍遥呢 朴友天也曾爆料过 有私生饭在宿舍外偷拍偷窥 正月号此在美容院外 被一大群私生饭包围 而他出道之前的女友照片 也是被私生饭们挖出来传到网上的 少女时代成员金太炎 曾晒出私生饭拨打的骚扰电话截图 惨烈去年11月 在中国上海被私生饭追车 差点妙成车祸 视频也曾因私生饭侵犯私生王而痛苦不堪 韩国节目曝光过XO私生饭事件 制作组反跟踪饭群 竟发现有人侵入XO宿舍 偷了内衣在网上出售 粉丝送给偶像的娃娃兄 里面居然暗藏摄像机 姐姐们 你们都是特工情报局出身啊 还记得上个月 罗涵深夜首次 带领私生饭女团追车的黄牛党 本意保护粉丝 不让他们身处危险之中 却被诋毁要把他们一锅端 虽然屋里滔滔因为一具回韩国 被喷成筛子 但他也是被私生饭们从韩国跟到中国 从公司跟到家里 逼到集火攻心 差点狗蛋啊 私生饭宝宝们 所长想说 追星是美好的 咱换种方式行吗 这不 今天重庆中考作文题目一出 粉丝们就开始了文采大笔片 你从我的青春走过 我陪你走过整个青春 王源 中考加油 我要给你写首诗 这是多么暖心的存在呢 那么说到群体号召力 王老公在网红界 肯定是他敢称第二 没人敢称第一 看来老王家和老宋家 都是出人才啊 而网红们的整容模板 范爷肯定是当之无愧了 不过再美的脸 也需要PS的尊重 下面今天的谈子来咯 前方小火车驶来 单身口请闭让 现在的陈鹤 独爱张子萱 最近两人一起抢用 煮光晚餐的画面曝光 现场光线昏暗 气氛暧昧 物理陈鹤 不忘直播恩爱过程 露侧眼耍酷 张子萱 撅嘴现碗 最后 陈鹤更是温柔的咬起耳朵 这画面 所知想能从指缝中偷看了 近日官方爆出的 电影节的红毯图里面 范爷美得跟花仙子似的 可在其他人的镜头中 却换了一个画方 Oh my God 这个虎背熊腰的女子 真的是物理范爷吗 不过所长还是相信 这一定是角度和服装的问题 不信你们看 这是前几天路人拍到的 范冰冰和李晨在咖啡店的照片 侧眼依旧完美的诬陷可击 所以说嘛 那么下次记得找个好角度 把范爷拍收店哦 国民老公嫁到 前方妹子不必让 说是吃那是快 赶紧举起剪刀手 咔嚓咔嚓来两张 王思聪和一生美女 成了最美的背景版 这妹子真幸运 好好珍藏这照片 说不定还有生殖空间呢 最近所长发现一件不得了的事 早上见的唐烟演技真的很在线 八年前年仅25岁的唐烟 在生云80后中演的是 张一善后妈 九年前 在没有语言的生活中 还体验了第一次抽烟 第一次怀孕 第一次生孩子 原来没有种美通魔咒的堂堂 还是能施展出技能的 所以后来塑造了这么多傻白天 怪我们咯 日本人气组合蓝大野志 主演得电视剧 世界上最难的恋爱 收视率节节盼上 严姐强也要来客战了 他将在剧中 试验采访交导社长的 新闻主播殷景祥本人 本次出演定能驾轻就熟 西装领带扮起来 灯光摄像嗨起来 光想想这画面 所长解嘴了 黄磊是桂圈公认的全能艺人 爱做菜 爱妻子 爱女儿 双伤高又有才华 多年来呢 一直承担着娱乐圈 好男人的扛把子 几乎成为了完美男人的代名词 但是啊 最近所长从对他的专访中发现 脱去成熟稳重外壳的老男人 还是一个物力满满的任性boy呢 下面赶紧来看看今天的比方 小猪给我学美发一点 我都做账娘旁边 小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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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是心机告猪比实 看完后来看闺蜜 屋里小片随手发 后来一家很尴尬 这边刚记录了小猪的屋里日常 黄磊就开始自爆了她放纵不羁 尺度大 一言不合就开车的老司机本向 你不对我进行三培啊 那想要那好吧 特别想做一个全球那种美食 那水是自动的少 黄小猪的吃喝嫖躲 英文名字叫怒巴黄 怒巴在英语里就是菜鸟的意思 所以我就是菜鸟 其次他还任性地表示 不吃自己做的饭 我不吃我不太吃 我不太吃我自己做的饭 几乎不吃 那这个颜色也特别特别确啊 这个花是什么 就是把我洗手带个盆给 帅哥哥 好 来 送一送 谢谢你先来 来 我不吃 谢谢你先来 班逸为当年的文艺小鲜肉 就算周恩爬上脸 也是千般性情的牙痞大叔一枚 怎料一入出门生死海 从此身材是路人 对此他也是肉韧性 那你不会担心变胖身材走样吗 因为毕竟 你觉得我这些年我担心过吗 你以前也是小鲜肉 也是男神啊 我以前还是婴儿呢 从男神到现在这样 大叔这样子的话胖子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有胖胖子 我不做了 我不做了 任性包围黄小厨的日常 三五好友神秘做 有事没事斗斗乱 还能有话没话讲吃喝 这次也一样 还没看到黄小厨做菜 光听他看大衫 所长就已经口水直流了 我小时候就爱吃冰米饰 每次我都 每次我都糾点 是吃大象的 还可以吃鱼呢 黄小厨从小时候的饼干 选择恐惧症 还聊到了大学时 吃方便面的套路 我原来什么呢 他在学校食堂 先预留出一馒头来 不吃吧 买仨馒头 晚饭吃点 留一个 然后晚上就泡大鸿门 方便面 泡完之后把这馒头掰了 泡着泡膜 粮食泡粮食 又从学生时代 聊到他日常 不是在吃饭 就是在约饭 一会去那南通菜 你要不过来跟我吃了呀 哎 那个丝瓜烧盒棒 更哪个盒棒烧 切开来烧 倒是 南通菜 他说正好进了一新竹子 作为资深吃货 黄磊不仅以一身处义温暖朋友 对老婆尊丽更是格外用心 所谓想要得到他的心 要先掌握他的胃 就是这样的 看到这儿 又能见到物理恋了 好了 说到这里 今天的问题又来了 讲一下你的P图小秘诀吧 搜索微信公众号 所谓娱乐 参与活动 就会得到神秘礼物 所谓娱乐 不肯定就out了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在这里提醒私生饭的一句 很快我们家俊凯就要高考了 如果你们敢去 我就把你们吃了 就可以给我们接下来 就委屉 那这就是一切 如果我们可以和我们自家 就交平 你和我 就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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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可以被人 就要看 你和我 如果这就是一切 你和我们一起坐 你i和人 你模特别 是完美 自本时laud 虽 Yeah, it was all good You a little tragic, me a little bold Dangerous deciding, we couldn't be told Together we weren't alone Looking for a battle, ready for the pain Knew it was a challenge, everything to gain seemed easy Seemed so easy If I gotta fight for the right To be loved and to love Then this is a war If we can't be free You and me To be loved and to love Then what is this for? If this is a war Will the words ever make a change? We've come too far to turn back now Stronger together we are one One world A million miles away Two hearts, one life One you and I If I gotta fight for the right To be loved and to love Then this is a war Tell me, tell me, tell me, tell me If it'd be free You and me To be loved and to love 美國 albo plei